这期教你们做一个漏松面包 面包体超级无敌的柔软 这期视频呢 我是打算出一个手揉面包的视频 咦 家里没有厨师机的 继续往下看哦 这是一期手揉的视频 教你们怎么快速的揉出这种薄薄的一层薄膜 今天是打算用水盒加手揉 先把屏幕上所有的材料 除了一个黄油和一个酵母 其他所有的材料放在一起 用刮刀搅拌刀看不见干粉 然后记得过程当中戴上手套去操作 前面刚开始这面团是很粗糙的 一点筋都没有 把这个面团拉起来 然后向上折叠 可以多折叠几次 一直折叠到这种 感觉已经拉不动为止 接着就把面团转移到桌面上去 用手的掌根的位置 给它压住面团向前推 我们手部有热量 那我们尽量去减少整手去抓这个面团 夏天这个温度很高 我们待会儿揉几下 搓几下之后我们就要进行水盒了 揉面的过程当中记得用上这个刮板 这个刮板比我们手好用多了 你借助这个刮板把桌面都刮干净 就不会觉得桌面很脏很粘了 往前推推了差不多七八次之后 就可以摔打这个面团了 摔面团也是有技巧的 用手指这个前面几根手指头勾起来 然后做一个折叠的动作 再换一个方向 再往前摔 再给它折叠 再换一个方向 持续这样子多摔几次 看到这里的话应该能发现 这个面团已经慢慢的变成光滑的了 在面团变光滑之后呢 就把这个面团收圆 收圆放进之前货面的那个盆里面去 放在冰箱里面 水盒一个晚上 时间其实不固定 一般在一个小时到12个小时左右吧 等到时间到之后呢 取出来从面团上面切块下来 我之前用手去按这个面团 就已经能感觉到这个面团很有弹性 很柔软了 这时候去扯磨的话 会发现它已经形成这种破洞边缘 是锯齿状的这种厚膜了 接着把这个面团摊开一点 把这个酵母呢 用水提前化好 然后以黄油呢 给它压进去 用面团把它们俩都裹起来 黄油刚开始啊 没那么容易融到这个面团里面去 所以我们用这个切刀 把这个面团切碎一点 在黄油没吸收进去的时候 它很滑 它还没有吃到这个面团里面去嘛 然后就用手指头配合这个刮刀 一起给它搓 搓几下 搓到黏糊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摔打这个面团了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揉的比较少 基本上是摔面比较多 手法都还是一样的啊 往前摔 然后做一个折叠动作 然后换一个方向 再往前摔 再做一个折叠的动作 摔打到一定程度 不再粘桌子之后 就可以离开那个刮板 加快摔打这个面团的速度 摔打的时间不具体看啊 我们看这个状态 表面光滑 在手上的感觉是 这个面团就像一根橡皮筋 很有弹性的那种感觉 最后将这个面团收圆 测下面温吧 这个面温用我用手揉 其实有点高了 26.5 盖上这个盖子 松弛个5分钟左右 我们再来拉膜 看一下这个状态 你看这个 这个膜就是很有弹性的那种感觉啊 不是一扯就破的那种 然后这个膜呢 可以透过薄膜之后看到手部的那个指纹的 在我看来 除了一个吐丝 其实是不需要把面团揉到那种完全拓展状态的 像做面包揉面的话 就是宁愿你揉切点都不要揉过头了 揉过头真的是没办法了 套上一个塑料保鲜袋 放进烤箱里面 进行第一次发酵 28度发酵一个小时左右吧 让体积膨胀到原先的两倍大 就可以拿出来了 很多人纠结这个时间 你们千万不要去纠结这时间啊 你就看状态 可以用这个手指头沾点面粉 在面团上戳动 它不会立马回缩就好了 面团轻轻按压排气之后呢 平均分割成8份 分割好的面团整形搓圆 松弛个10分钟左右 松弛的时候盖上一块那个布啊 省得这个面团表面更干了 等到松弛到位就把面团拍扁 然后擀成那种橄榄形的一个形状 底部捏点一点 然后从上向下卷起来 底部的收口要收紧哦 不收紧的话到时候烤的时候会膨胀开 裂开的 稍微在桌面上搓下 搓成这种橄榄形就可以了 二发的话是35度发酵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具体也是要看状态啊 1.5倍大 然后底部放一个热水增加里面的湿度 时间调呢 可以稍微调久一点 你们自己看着时间把它取出来就好 等到它第一次发酵完成之后呢 先把烤箱预热起来 上下都是180度 时间20分钟 今天第10到11分钟 我就加盖了一张锡纸 具体是什么时候加盖锡纸啊 就是这个面包的颜色 你觉得哎 我喜欢 我就喜欢这种颜色 那你就把锡纸盖上去 面包出炉之后 放在网架上面晾凉啊 你看这个面包 肉眼可见的一个软 我很喜欢去捏做好的这个面包 我感觉 怎么说就很有那种满足的感觉吧 我感觉哎 这面包我做的我很喜欢 然后惯例啊 切开看一下里面 哎可以吧 我这个里面抹的是沙拉酱 那你们不喜欢沙拉酱 别的酱也是可以的啊 然后在表面也抹上那个沙拉酱 粘上肉松 这款面包就做好了 开店不能少哦 这款面包真的很好吃的 快去做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